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闻重点 日本各大传媒报导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与中共外长王毅的会谈 这是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后 以及2012年12月 安倍第二次政权成立以来 中日外长的首次会谈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宏利 遭德意志银行在香港告上法庭 索赔630万美元 美国医生用ZMAP 治疗两位感染伊波拉病毒 返回美国的病人 两人的病情目前都有好转 欧洲协会报告指出 孔子学院官员偷窃和审查学术材料 夺走西非900多条人命的伊波拉病毒 昨天香港也传出疑似病例 遭到隔离治疗 不过目前案例已经排除感染伊波拉 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这名男子7号由尼日利亚抵达香港 住在尖沙嘴重庆大厦 医院人士透露 他因10号早上出现腹泻现象送医 而腹泻是埃博拉这种致命病毒的早期症状之一 目前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地区 几内亚 利比里亚 塞阿利亚和尼日利亚四国疫情严重 已造成近千人丧生 亚洲迄今尚无确认病例 如果这名男子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 将是亚洲地区的首例 高雄市清晨大雨造成大淹水 前镇区二胜凯旋路气暴灾区 一度汪洋一片 水深极西 凯旋河泛滥沉灾 临近的二胜英明路纷纷遭殃 让淹水住户抱怨连连 高雄市政府上午宣布 15个里停班停课 而市场大雨也让灾区 附件的进度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今天要开挖的工程 都紧急叫停 人员只能等雨停 现场积水抽干才能进场 今天清晨 高雄男子地区下大雨 十雨量达到94.5公里 西洋局说这个礼拜全台犹豫 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民众 要严防大豪雨 持续受到西南风和溪流气流影响 陈西南风雨会比较小 但是没有完全趋缓 还是不能大疫 14号以后就是周四之后 到这个周日 可能下雨情况都还是会有 大雨或好雨的情况发生的 那所以说只下雨情况稍微 比较小一点点而已 并不是完全减换 所以还是要特别流行 不止西半部地区 据气象局也针对北部宜兰花莲地区的朋友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新桃人亚特电视卢天长李一军 台湾台北报道 总统马英赵稍早在总统府发表 高雄气暴救灾谈话 提出三点主张 包括协助灾区全力重建 防止意外重演 还有查明真相 不过马总统有一半篇幅 却是谈论两岸协议通过的必要 像在野喊话不要杯葛 我们来看到马总统稍早的讲话 高雄人的事 就是我们全台湾人的事 我们一定要让灾民感受到 来自中央政府 跟全国人民的关心与支援 当救灾告一段落之后 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三件事情 第一重建家园 第二查明真相 第三预防重演 那么在高雄气暴工作 即将告一段落的此刻 我们还是要来关心台湾的经济 台湾应该通过两岸福贸及货贸协议 以免在周边国家降低贸易障碍的时候 更加孤立 台湾的立法院应该尽速通过 因为学运而受阻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与两岸福贸协议 不这么做 台湾会进一步的被孤立 马总统十分钟谈话 将近一半都在谈福贸协议 而记者询问 会不会与蔡英文主席见面 市至拜访立法院长汪金平 推动福贸过关 总统说不排除这个可能 经济部长张家柱因为气暴风波请辞 行政院昨天宣布请辞获卷 由经济部政务次长杜子军接任 杜子军在经济部体系任职超过30年 经济许多政商员士也对新员士表达了意见 杜子军部长当然跟我也是老朋友了 他从基层出身 对经济部的业务非常的了解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人才 那我们也希望他加油 经济问题是千头万绪 那现在当然实话也是到了一个该检讨的时候 我相信因为杜次长过去 这个在这个所谓经济部的这个经历完整 我想对台湾产业的发展 也都很有很清楚的这个了解的过程 他升任部长之后 我相信他能够就针对现在所发现的问题的话 能够去深入探讨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中卫集团上午与淡江大学进行产学合作签约 郭台强出席签约仪式前 被媒体问到杜子军接任经济部长 郭台强说 除了实话夜转型 还有两岸服贸 货贸协定的后续问题 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税务 需要新部长费心 要不要借给杜子军多一点时间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金融时报报道 持续好几年的多头走势上个月出现疲乏迹象 美国联主会警告 某些股票及落色债券价值似乎有点过头 但跌势一直到这个礼拜财并明显 是主要股市和公司债重挫 投资人逃向美国公债 华尔街的恐慌指数触及近四个月高点 中国小米科技推出的小米红米手机 被资安公司爆料 会投传用户资料到北京伺服器 小米之前坚决否认 不过10号小米坦言 的确有一项网路简讯服务 外经使用者同意就会自动启动 回传使用者手机号码到北京 小米虽然紧急释出升级报回应 但对于其他资料传输争议行为 仍未有解释 美国网路零售巨迫 亚马逊持续施压降价 后来甚至对不肯就范的 罢国出版巨头Archett 采取延迟交货减少折扣 不过超过900名作家 在纽石登报抗议 呼吁亚马逊停止危害作家的生计 台湾太阳能大厂冒敌10号指出 解释美国商务部计算资料后 认为对方在反清销税率计算上有所误差 以及律师发函要求更正税率 若美国商务部接受 估计8月底就会公告修正后的反清销税率 新唐人RH电视整理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中共针对即时通讯用户出台新规定 强迫网民要实名登记 无法网友怒潮 腾讯公司股票也应声下跌 伊朗一家小客机昨天在首都德黑兰坠毁 造成39人死亡 9人受伤 伊朗当局已经拾获黑盒子 正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千新闻 台南白河台义无化城 离世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义无化城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湾台湾电影无化城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护年毡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掌握重复定位 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而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爆富街,liche Shallme 避充 桑ี้ 那是四个国家 派向路的人 能够成功耳术 澳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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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野 逼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针对及时通讯用户出台新规定 强迫网民要实名登记 想发布政治新闻的人 还要事先获政府批准 新规定除了引发网友怒潮 拥有微信和QQ通讯工资的腾讯公司 股票也应声下跌 大陆腾讯公司2011年1月21号推出微信 腾讯7号公开表示 已经从微近580万个公共账号当中 删除了大约400个账号 以及3000篇被认为是散布谣言的文章 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在中共新规定发布之后 拥有微信和QQ两大流行通讯工具的腾讯公司 股票应声下跌3.5%至128.3港元 重庆马甲文化传播公司执行长罗宇表示 中共当局从十多年前 针对电子公告版BBS到互联网站 后来针对微博公共号 现在则针对微信的公共号 都是实施这样的新闻审批制度 但是北京某足球俱乐部经理孟雅春指出 中共的网络特务遍布各个群组 包括微信、微博和QQ群 他们会举报 虽然新的规定瞄准的是中国国内的聊天服务 但是自从7月1号以来 一系列外国聊天应用程式在中国也被封锁 北京声称 担忧这些聊天软件被用来煽动恐怖主义 封锁的对象包括韩国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式LINE 和韩国聊天应用程式Kata Talk 去年 在中共当局针对新浪微博进行打击之后 用户成群结队的离开 新浪股价动荡不安 上礼拜我们为您报道 中国热钱涌入让香港店面租金攀升到全球最高 现在有一家世界最平宜的米其林美食餐厅阿虹小吃 因为撑不起天价租金 决定在月底结束营业 连续夺得五年米其林一新的阿虹小吃北角总店 将于8月31日结业的消息传出之后 连日来来邦城的时刻络绎不绝 以招牌卤水鹅等闯出名堂的阿虹小吃 在北角合复道开业11年 入选米其林后生意大旺 但也不敌贵猪 食材涨价 请人难三大难题 宣告结业 阿虹小吃目前在关塘 机场开了分店 还将在湖南 台湾 澳门等地开分店 不过老板李伟红仍然怀念发基地 准备在密新铺重回北角 明年年终到希望 希望在北角开一间大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在北角 因为街坊很多好朋友在 帮衬近十年的老顾客 李生李泰 最欣赏老板多年来不加价 又保持食物的水准 我跟老婆说过 吃多几次 没得吃 吃多几次先 有很多店铺吃过 当它出了名之后 那些东西的质素就开始下降 是啊 它是很用心 它自己的宗旨保持都很好 而且它真的是用心的 一间消食店 所以它得奖是真是好实之名贵的 还有慕名而来的大陆旅客 很出名啊 然后很好吃 对 你觉得它要关呢 就是要结业 你会不会有点负责的 有点啊 就是可能下一次 尽快再找朋友过来再吃一下 据统计 第一季度香港店铺租金 在每平方尺 4331港元左右 比纽约高出25% 大约等于巴黎类似租金的三倍 新唐人记者梁珍 在香港报导 东牧师国外长会议在缅甸召开 南海冲突成为焦点 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凯瑞 礼拜天表示 各国应该停举在正义海域的张扬举动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克里说 各国不应该仅仅等待东盟与中国 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工作中取得进展 因为等待的过程存在着风险 克里还强调各国在国际法治下 澄清临海要求的重要 并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和仲裁解决争议 东盟各外长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对南海升高的紧急事态表示了关注 并要求和中国加紧对话 显示出东盟各国联合一致的意愿 而据日本媒体报道 周六峰会期间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外长王毅 做了长时间会谈 独卖新闻引述岸田文雄的话说 双方用了很长时间慢慢谈话 双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希望以此为转机改善两国关系 但是岸田文雄并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 新唐人记者曾文仙综合报道 伊朗一架小客机昨天在首都德黑兰坠毁 一度有消息传出机上48人全部罹难 对官方之后澄清事件造成39人死亡 9人受伤 目前掌握的信息是 乘客全部都是伊朗籍 总统鲁哈尼要求全部同型号飞机停飞 当局已经拾获黑盒子 正在调查事故起因 乌克兰危机升高 俄罗斯总统普廷为了报复国际制裁 要求立即禁止从欧美进口 大部分的食品和食材 不过莫斯科一家餐厅的老板表示 尽力对俄罗斯国民的生活伤害同样很大 天堂的孩子们是位于莫斯科中央的一家餐厅 这里环境优雅食品上程 尤其以美味的欧式披萨 肉排和火腿文明 因此受到当地艺术界人士的青睐 然而这一切风光都随着总统普京的一尺禁令 也小云散 俄罗斯政府7号宣布 俄罗斯将在未来一年内禁止从美国和欧盟 进口大部分的食物 包括肉类 鱼类 奶制品 水果和蔬菜等等 分析认为 普京次举显然是针对西方国家 救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的报复行动 但是俄罗斯自身严重依赖食物的进口 因此很难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天堂的孩子们餐厅老板认为 禁令看起来更像是俄罗斯在制裁自己的国人 俄罗斯是欧洲水果和蔬菜的最大出口对象 也是从美国进口芹类产品的第二大国 据估计 禁令将影响总额至少90亿美元的进口交易 新男人记者余淼 纵后报道 以872小时人道平火8日结束 双方当天在加沙地带再度交火并造成新伤亡 联合国公布最新伤亡统计数字 全已有逾1万1千元伤亡 飞风依下来简弱为热带风暴后 8日横扫美国夏威夷沿岸 并带来狂风暴雨 导致岛内大面积停电 树木被刮倒 道路交通受阻 当地学校政府部门关闭 大面积航班被获取消 紧随着热带风暴依下来的脚步 目前驱风夏利奥正在向夏威夷沿海快速移动 人碰到很痒的时候会不自觉想一直抓 动物也是一样 南非有头大象 他在巴痒的时候 竟然不是使用树枝或石头 而是用一辆校车 他不断地磨蹭车顶引擎盖帮自己解痒 让车内的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幸运的是两名游客都没受伤 只有倒霉的车子 不仅玻璃全碎 周顶凹陷 轮胎爆料 底盘也都坏了 而这只抓养的大象 当然这一步没发生什么事的样子 拍拍屁股走了 新航雅开电视整理报道 每隔400多天出现一次的超级月亮 出现在今天台北时间凌晨 比今年1月的满月大了将近14% 不过因为受西南气流影响 只有中部以北的民众 可以在云峰中看见又大又远的月亮 提醒民众 今年错过明年9月还有机会 好 看完月亮美景 我们带您前进瑞士日内瓦 当地举办盛大的夏夜烟火秀 美丽壮观 吸引了数十万人到场观看 日内瓦湖畔举办的烟花秀可以追溯到1947年 今年来看烟花的人数超过了50万人 组织者贝雷塔说 即使人们在迪拜或者其他城市看过烟花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今天这样的美景 和看到一大长片的烟花不同 这次人们就在烟花的下面 我保证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 整场表演中有超过两万束的烟花被送上夜空绽放 这场烟花秀也标志着整整一个月的夏日 日内瓦节圆满结束 新唐人记者曾文仙综合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韩国超夯综艺节目Running Man 预计今晚抵台取景拍摄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Zither Harp 欢迎回来 娱乐消息来看到 韩国超夯综艺节目Running Man 即将抵台取景拍摄 预计制作团队将在今天晚间抵达台湾 熟度登台将掀起一波追星热潮 韩国真人实境秀 综艺节目Running Man 节目设计嘉宾与主持人进行一系列的任务 并且又在比赛当中争取获胜 过程当中小料百出播出 颇收好评 主持团队成员之一的宋志孝 一向是玉米形象的演员 参与节目则是完全不顾形象 糊出去 太好了 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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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面在台湾热播三年三个月 平均收视率为1.11 5月至今累计收视人口已经达到436.7万 韩国超荒中英节目首次登台 将在8月11号晚上抵达台湾 在六湖村主题热源迄今拍摄 短短一天的行程 节目难得造访台湾 势必又将兴起一波嘴型热潮 新唐人 亚特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因为今年灾害频传 今年新竹县一鸣竞将主题改为 天佑台湾新竹县一鸣祈福之夜 受邀开创的亚洲天后蔡依林 与亚洲舞王罗志祥也特别更改歌单 希望自己能透过歌声 献上自己最深的祝福 为台湾和所有受难者集体祈福 受邀演唱的小多罗志祥还有蔡依林 除了带来精彩舞蹈 还加码演唱特别歌曲 鼓励大家永不放弃 正面面对一切 每一个人都一直很坚强地去面对 然后也不会想要去放弃 然后当然遇到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同期一条心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在今天唱它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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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走 今天不管你有什麼心情不開心 你要記得用正面的聲音去迎接每一天 因為生命是非常可貴的 那這首歌如果你會唱的話 也請你一起把這首歌送給我們最愛的台灣 我愛你 我的阿嬤 想去世間 共你鬼 想去世間 共你鬼 我來到了太陽的一個聲音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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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長邱靖淳也帶領現場觀眾 雙手合十 一起為台灣祈福 為台灣加油 新竹也來電視 彭震前哲之城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 接著帶您來看到8月11號的天氣預報 學會讀吉利是一碎 multit大的 所以覺得不會刻薄、ホ了解 試持戰報告 使用最新竹採訪的程度 對努力、決定會噓咖啡 好,請教練 大衛天氣預,吃煎致 不乾燥 母鳥倪丁 烏敞 言 這第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